欢迎来到小九聊剧,今天小九带来,锦衣之下之寻梦来,大人今日的救命之恩,卑职莫齿难忘,来世劫草闲环,直边坠瞪,大人相貌出众,好看啊,大人,大人,又是那个女孩的声音。 鹿易睁开眼,微微有些被窗帘中透过的日光晃道,六点四十分,一向拥有良好作息的鹿易从床上坐起来,脑子里还回荡着刚刚的那个梦。 三年了,鹿易经常梦到一个女子说着这样那样的话,却从没看清楚她的脸,刚开始觉得荒谬,这大人的叫法分明是在古代。 鹿易又是个从不看电视剧的人,怎地在梦里能听到。 时间久了,鹿易慢慢地也就习惯了下来,发觉自己美美做了这个梦。 醒来时,心情都还不错,精神也很好,鹿易便时常盼着能在梦里常听见她的声音,听见她叫自己一声大人,只是这做梦也是个玄学。 时有时无的,鹿易摸不着她的规律,后来也就放弃了。 翻身下床,收拾好自己,鹿易准备出发往局里去。 临到玄关才想起自己的车昨天好像是送去保养了。 只得匆匆往地铁口赶,想着不要误了上午的会才好。 A城的早高峰比鹿易想象的要拥挤。 站在地铁门边上的鹿易很久没有感受过这般的人潮涌动了。 看着门开了又和这半分钟间的人流量,鹿易只能默默忍受着身边的拥挤。 还好就剩两站地,若是没有早晨的好心情加持。 鹿易恐怕早就不耐烦了,看着地铁又马上要到站。 鹿易知道,新的一波人潮大概又要来了,麻烦让一下。 我要下车,谢谢,谢谢。 圆今下使劲地往车门那边移。 嘴上陪着笑,心里却不停吐槽自己为何明知早晨的地铁挤成这样,昨晚还要回家。 想着自己八点还有一节课,千万不能迟到了。 终于挪到车门处松了一口气。 圆今下一抬眼,便对上了鹿易的视线。 两人同时正住。 没有来的熟悉同时笼罩住了从未蒙面鹿易和圆今下。 没注意到地铁的停止,车门的开启,也没理会身边进进出出的人流。 鹿易和圆今下就这样看着对方,直到车门即将关闭的提示音传来。 圆今下先回了神,这才迅速钻了出去,留下鹿易依旧愣在原地。 他是谁,为何如此熟悉? 鹿易看了眼头上的地铁站点。 上一站是G大,他是那里的学生吗? 满心的疑惑,一时找不到出口。 地铁已经到了站。 鹿易下车,被冷风吹了吹,清醒了一些。 甩了甩脑袋不再想他,向着局里赶了去。 好不容易没有迟到的圆今下,破天荒的没有接过杨月递来的肉夹馍。 只自顾自地想着事情。 杨月看他,趴在桌上皱眉头。 不知道他怎么了,敢忙问他,下爷,想什么呢? 你说,这世上有钱是今生吗? 圆今下想开口问他。 可想了想,这问题大概只有自己能理解,说出去谁能以为他是在认真思考。 打个哈哈越了过去,杨月也就没在意,没注意到圆今下已然飞走的思绪。 圆今下在想今早遇见的那个男人,他很确定自己没见过他。 可那种熟悉感让他无法忽视。 脑海里回想起那个夜夜入梦的声音。 圆今下有些慌乱,你就应该乖乖地都按照我说的去做,这样才不会出岔子。 以后这么危险的事,不能再带着你一起了。 我这辈子唯一想娶的女人就是你,圆今下。 是她吗?会是那个人吗?开完了会。 路易回到队里,跟重案组的同事们传达了上级的指示。 路易往物证科那边走去,前日现场提取的指纹零碎异常。 物证科的同事们都很头疼,只能请了休假在家的前辈过来帮忙做指纹修复。 线下,这可是案件能取得进展的唯一希望了。 路易有些心急。 杨说,路易也不管弯抹角,可复原出来了。 杨成万正要答话,只听得门被推开的声音,二人一同向门口看去。 师父,这指纹我修完了,你看,圆今下看见路易一时有些没反应过来。 大眼睛眨呀眨,仿佛听见了自己如肋骨般的心跳。 有些慌乱地低下头,圆今下不知为何竟有种怕他不喜的感觉。 对,对不起,我先出去,你们聊。 夏儿,来。 听到师父叫自己,圆今下不得不停下转身出门的步伐。 走到了杨成万的身边。 这是我徒弟,圆今下。 这些日子,我身体不太好,夏儿在指纹这方面做得不错。 我就把指纹修复交给他了。 杨成万向路易做着介绍,也是希望圆今下能与将来的上司提前认识一下。 夏儿,这是刑侦队的路队长,你明年毕业后就要过来这边了。 以后跟着路队长,要多多学习。 路队长好。 你好。 路易心中的惊讶不亚于对面的圆今下,但也只是在见到他进门的那一刻。 听着他管杨成万叫师傅,看见他把令整个物证科都束手无策的零碎指纹修复完全的成果。 路易总觉得这一切都是理所应当。 他好像就该在办案上有如此的天赋和能力。 路队长,这指纹是一个食指上的,想来从身份系统上是不容易查到。 后面你有什么打算? 听见杨成万问自己,路易才意识到应该把心思挪回到案子上。 杨叔放心,队里已经得到了可靠消息,今晚那皮修会在酒吧和他的上线碰面。 我们只要想办法取到那个上线的指纹跟这个对比的上,就能够抓到他了。 袁今夏一直听杨成万讲过这个案子。 这是一条被重案组定了很久的毒品交易链。 现在追查到的人外号皮修,但也只是这毒品链中较为靠上的一环。 只有将这人的上线找到,整个案件才能取得新的突破。 但那伙毒贩狡猾异常,整个重案组一直没有找到有利的线索。 如今能提取到那零碎的指纹。 自是案件进行下去的关键点。 袁今夏自诩在破案上的了杨成万的真传。 如今有机会碰到这样的大案,无论如何都想插一脚。 从杨成万的办公室里出来,袁今夏跟上了往外走的陆一。 陆队长,这举证有没有我可以帮上忙的呀? 陆一瞄了他一眼。 没停下脚下的步伐,你一个小丫头跟着掺和什么? 我不小了,我都21了。 再说了,明年一毕业,我也要到咱们刑警队报到的。 您就当提前锻炼我呀。 不行。 陆队长,您就给我安排个任务。 我一定给您办得好好的陆队长,致爱爱忧,怎么停下也不说一声。 陆一被他纠缠个没完。 猛地停下脚步,身后的小丫头一头撞上了他的后背。 陆一回过身,严肃又认真地看着他说, 这是,没得商量。 深夜的舞池厅,陆一带着两名重案组成员寻了一个视野较好的位置, 观察着在把台附近拽有的皮胸。 陆队,这人不是在卡座跟那帮人喝酒, 就是去把台勾搭姑娘,咱们这眼看着他耍流氓还不能动。 真是憋屈。 这都已经很晚了,是不是他们今天不会交易了? 身边的同事喝了口酒,压了压自己的火气。 心想着,等抓了他一定让他好好体验一下审讯中的快感。 陆一也有些不耐,但还是死死盯着把台那边, 生怕错过皮胸的任何动作。 忽然,一个扎着马尾的身影出现在了视线里。 他怎么在这? 姐姐,远近下走到把台前一名正在喝酒的女人身边。 乖巧地开口道,我是歪大那边的学生,过来做调研的。 可不可以麻烦姐姐帮我填一个问卷? 那女人虽然无甚表情,但也并未拒绝,点了点头,接过了远近下递来的问卷和笔。 随意地勾了两笔,便还了回去。 远近下高兴地接过问卷。 对他甜甜地笑了笑,谢谢姐姐,姐姐你真漂亮。 拿到了问卷,远近下转身欲离开,还未走远,却让刚刚还在附近开游的皮胸拦住了脚步。 你去盯着那个女的,悄悄跟着,别被发现了。 你还在这,等那个女的离开,找时机通知他们抓人。 迅速安排好分工,路易大步朝着远近下那边走去。 小姑娘,看你这样子还是个学生吧,怎么这么晚了,还到酒吧里来啊? 大哥,我是来做调研的。 远近下让自己尽量表现得镇静,脚步慢慢地往旁边移动。 我问卷都发完了,我得去找我男朋友了。 抱紧怀里的一答问卷,远近下想要尽速离去,却被那人一把拽住了手腕。 哎呀,来都来了,喝杯酒,再走也不迟啊。 那人的手劲颇大,远近下使足了劲,也没能挣脱。 眼看着就要被拽去酒桌,突然一只手臂还在了她的肩膀上。 我就上个厕所的功夫,怎么你就跑这来了? 太晚了,咱们该回家了。 远近下惊讶地看着搂着自己的路易。 刚才那些害怕仿佛都被身边这人驱走一般。 还抓着她手的皮羞,看着这二人举止亲密。 也知道自己不能惹事。 也就松开了手,任由路易拉着远近下离开了酒吧。 出了酒吧门又走进无人的小巷,路易才放开了抓着远近下的手。 远近下看着眼前这个双手插腰,怒气值满分的男人。 莫名地有些心虚,不是都说了让你不要参与。 怎么就是不听话呢? 路易一想起她在酒吧里有可能会被欺负的场景,气就不打一出来。 你一个没毕业的大学生深夜跑去酒吧,不知道这是件多危险的事情吗? 下次再这样,取消你入职资格呀。 到嘴边的斥责声变成了没什么威慑力的警告。 路易看着委屈巴巴的圆近下,心里有些烦闷。 你担心我啊。 圆近下看着路易本来怒视她的眼神,出现了一丝闪躲。 从心底里冒出了点点的欢喜,不用担心,我妈找人给我算过命的。 说我自有金甲神人护佑。 逢凶化吉,遇难成想眼前的小姑娘笑意盈盈,歪着头正看着她。 路易有些正愣,不知为何就想起了这些年一直入梦的那个女生。 再是半分脾气也发不出来的路易只能轻叹了口气。 向她伸出手,拿来吧。 嘿嘿,圆近下地上刚才那女人勾画过的问卷小心地塞进路易拿出来的证物袋中。 眼中带着满满的小得意。 说说吧,你是怎么知道那个女的是今天过来街头的人的? 我从那皮修进酒吧后就一直盯着她,见她除了坐在卡座中喝酒,就是去吧台舞池搭讪。 像这种交易之事,她肯定不会再容易被观察的卡座中做。 定是跟那街头的人约好了交接方法,好躲开你们的视线。 在看她去搭讪过的女孩子中,每一个这混蛋都。 啊,傻瓜流氓,唯独在跟那个女人交谈时没有。 我猜这个女人肯定是她惹不起的,说不定是什么上司的情人之类的。 看到路易双眼里的认同,圆近下更是来了尽头。 从那个女人也能看出来,她今日穿的那一身包囤短裙,在把台特别显眼。 白色的高跟鞋也打理得干干净净,若是只是为了在把台独自喝酒。 肯定不会这般讲究。 既然已经有了男人上钩,她又仅凭两句话就拒绝打发了,这合理吗? 所以,这个女人肯定有问题。 路易点点头,承认她说的都是对的。 线下只希望组里的同事们能跟着那个女人摸到他们的据点, 能让这条毒品链再被揪出一大截。 发现站久了的圆巾下好像有些冷。 路易脱下自己的牛仔外套扔在了她的脑袋上。 诶,诶,太晚了,送你回学校。 披着外套的圆巾下在路易的身边走着。 这一路嘴上始终没闲着。 路队长,这次如果抓到了人,能不能让我去队里实习啊? 不能,没有这个规矩。 别呀,路队长,你看我师父最近身体还没恢复。 你们肯定也需要物证的人给你们打下手。 那物证科寻常案子多。 哪能一心为你们办事啊,但是我可以啊。 我都大四了,没什么事。 肯定比他们用心。 你,你一个没毕业的小丫头,会什么? 诶,路队长,你可不能这样说,我的能力我师父都认可的。 而且,你忘了那指纹都是我修复的呢。 路队长,你考虑一下呗,再说吧。 阎金夏叽叽喳喳了一路。 路易也就听了一路,好不容易到了学校,阎金夏才消停下来。 开口询问路易的电话,阎金夏准备把外套洗了,再还给他。 电话号码敲在手机上,才想起自己只知道他姓路。 具体名字还不知道,一时卡在了联系人名称的路字上。 路易,路易不觉得易。 好听的男声从头顶传来。 阎金夏头皮有些发麻。 声音好听,名字也好听。 阎金夏默默念了几遍他的名字,才把手机收到兜里。 谢谢你送我回来,衣服我洗了,再还你吧。 不用了。 路易一把抽走了披在阎金夏身上的外套,顺手搭在了肩上。 快回去吧,太晚了。 说着镜子离开,没有再跟阎金夏多说一句。 阎金夏看着他离开,想着下次再去见他,一定不能再出球了。 这才欢欢喜喜地跑上楼去。 回到局里,听同事说已经尾随着那个女人找到了上线的据点。 皮修也随之被捕。 路易点点头,将物证带交给同事。 为做休息,直接进了审讯室连夜审问。 路易在回到家时,已经快要凌晨四点了。 据皮修交代,酒吧与他接头的,确实如圆金夏所想,是他上线的情人。 他的上线如今还不知道皮修已经被捕。 路易他们必须在这件事被发掘之前摸到他们的老巢。 一举捣毁这个贩毒团伙。 后面几天还有大量的工作。 路易捏了捏眉头,强行让自己放松一下。 想换身衣服洗把脸。 路易才记起,这外套曾在圆金夏的肩上披了一阵。 想起那个叽叽喳喳的小丫头,路易嘴角带了一丝笑意。 以后若是有只小鸟,时常在自己身边转着,倒也不见得是件坏事。 距离上次见到路易,已经过去半个多月了。 圆金夏上次自作主张去酒吧取证的事情,被他告到了杨成万那里。 他可是被杨成万狠狠训斥了一顿。 为此,他也是非常配合地记恨了路易十几分钟。 本想借此打电话过去,好好质问他一番。 可又从杨成万那里得知,整个重案组最近都在为了案子连轴转。 圆金夏不敢去打扰他,这一拖一拖的,就拖到了今日。 没想到只是为了完成学分,去听个讲座。 倒在踏进后门的那一刻,看见了坐在台上嘉宾席中的路易。 圆金夏蹦跶着,跟台上挥着手,也不知道路易看不看得到。 身边的杨月一头雾水,向着圆金夏挥手的方向看。 一个熟人也没看见,拉住圆金夏挥舞的袖子问他,夏爷。 你这是抽什么疯呢?你才抽疯,不知道就别瞎问。 自顾自地找了视野好的座位,胳膊一撑,开始欣赏路易的美色。 不就凑个学分吗?兴致这么高。 杨月一头雾水。 见他没礼,只好自己点开手机消磨时间。 路易今天只是来充数的。 A大邀请了他们队里一位经验丰富的同事过来做讲座。 但又觉得只一个人太过单调,便希望多几个人过来。 恰巧重案组的案子刚结,他没什么急活,便收到了邀请。 若案往常,路易是断不会参与这些无关紧要的事情的。 但听说是A大,想起他是A大的学生,鬼使神拆班地便答应了。 重案组的同事听说了这件事,还私下讨论了好久。 猜测路阎望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才会有如此大的变化。 踏进A大的那一刻,路易就有点后悔。 觉得自己可能脑子嗅掉了,才会答应过来。 可坐在椅子上后瞄到了老远,就朝自己挥手的圆巾下。 反而觉得,这讲台上的椅子,倒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别扭。 整场讲座,路易只是坐在最边上的椅子上听着。 不时地低头看看手机,一个眼神也没递到圆巾下这个方向。 惊吓给他发消息,路易也是看见了,就又把手机塞进了兜里。 圆惊吓气不过,扭头过去不再看他,自己生闷气。 路易看他像是发了小女儿脾气,心情又是好了一分。 一个小时的讲座结束,路易婉拒了同事和学院老师一起去吃饭的邀请。 沿着学生退场的方向往外走,还没转脚,就听见了袁金夏的声音。 周老师,不是我不教。 可是,你也知道,我师父他最近身体不好。 那刑警队又都是压榨人的主。 我这得替我好不容易可以休假的师父分担啊。 袁金夏故意吸了吸鼻子,让自己听起来像是带了些哭腔。 首饰打翻了杨岳先走,又继续说道, 周老师,您一定要相信我,我是想要交一份完美的论文给您的。 您就宽限我两天,两天后,我一定给您。 那边应是答应了他的请求。 路易听见袁金夏一个劲的道谢,这才从拐角处走了出来。 我怎么不知道,刑警队都是些压榨人的主。 路队长,您没走啊,我以为您早就离开了呢。 不是你给我发消息问我要不要一起吃饭吗? 怎么,想赖账? 不不不,我求之不得啊。 路队长想吃什么? 只要不是太贵,我都可以啊,路易勾了勾嘴角。 拍了他的脑袋向前走去,赶紧走,饿了。 路易七拐八拐,带着袁金夏找到了学校附近的一个小面馆,只要了两碗云吞面。 袁金夏看着这清冷的小店,有点不太明白。 路队长,您一个行政队队长,就在这种地方打发午饭啊。 好看的不一定好吃,好吃的也不一定好看。 尝尝吧。 自我从A大毕业,也好多年没来过了, 不知道还是不是那个味道。 袁金夏加了一个云吞一口塞在嘴里,不由的拇指称赞。 没想到啊,这小店这么惊艳,我以前怎么没发现。 袁金夏大口吃着面,豪放的吃相倒是让路易吃了一惊。 趁着袁金夏又要了一碗的功夫。 路易开口问他,刚才教室里在你旁边那个男生。 是你男朋友? 嗯,您说的是大洋啊。 不是不是,大洋是师父的儿子,大名叫杨月。 我和他从小一起长大,一直当兄弟对待的。 哦,嗯。 袁金夏又塞了口面,才觉出不对来。 陆队,你怎么突然这么问? 路易对上他的视线,不知为何有点心虚,低头吃面躲了开,慌忙转了话题。 对了,上次的案子,你功劳很大。 局里批准了你以实习生的身份,过来帮忙了。 真的? 那陆队,实习,有工资吗? 有啊,每月一千五百。 加班另算。 太好了。 陆一抬眼瞧他。 袁金夏瞬间换了一副正义凛然的模样。 为了国家和社会的长治久安,我以后一定认真工作。 跟着陆队多多学习。 这丫头,课业上的东西糊弄着过。 溜须拍马,倒是手到擒来,倒是有趣得很。 回学校的路上。 袁金夏想着,这又吃了饭又散了不, 能不能算是约了个会呢? 心情颇好的金夏欢快地走,眼睛像是粘在了陆一身上。 好不容易送他到了宿舍楼下,陆一忍不住开口问他。 干嘛这么一直盯着我看? 因为您相貌出众,好看啊。 因为大人相貌出众,好看啊。 梦里的声音和眼里的圆金夏重合了个实打实。 陆一以为自己听错了,你刚刚说什么? 不就夸你一句吗? 陆队不用不好意思。 我先走了,您也早点回去吧。 袁金夏跑跳着进了宿舍楼,陆一还站在树荫下慢慢回神。 磨着了吧,怎么可能呢? 陆一觉得自己定是刚吃完饭脑袋缺血了。 不然怎么会觉得袁金夏和梦里的女孩是同一个人呢? 回去一定要好好睡一觉,别再胡思乱想了。 队里要来一个新的实习生的事,上周就在队里传了开。 陆一带的队里全是些年轻的小伙子。 听说了新实习生在见证上能力超凡。 还是个小姑娘都兴奋得不得了。 他们队虽说接的都是大案重案。 物证科那边大多积极配合,但到底不如自己有一个来的方便。 更重要的是,是女的呀。 陆一带的这个队是整个局里出了名的和尚庙。 从队长到队员还没有一个脱了单,好不容易来了个小姑娘。 陆一手底下几个刑警早就按捺不住想见见。 这大周一的一个个来的比其他哪个办公室的都早。 脖子都要撑长了几寸。 陆一进门时倒是被这全员到齐的积极进吓了一跳。 顺手抓了身边一个,问他怎么回事。 陆队,这不听说那个实习生今天过来报道。 大家伙都等着想见见吗? 一直躲避着陆一视线的小警察被抓了个正着。 又不敢不说实话,生怕被这素日里的陆阎望逮住什么错处。 陆一完全没将这和袁金夏联系在一块,听了这缘由倒是有点哭笑不得。 不过看见平日里邋里邋遢的几个小子,今天都忽然收拾了自己。 陆一心里有些不爽,不过他也没说什么。 进了自己的办公室就办公去了。 请问,这是行政一队吗? 袁金夏看了门上的名牌,知道自己应该是没有走错。 这满屋子的男人倒也没有让袁金夏有什么惊奇。 只是心道,这物证科口中的和尚庙果然是名不虚传。 不过袁金夏从小便是个男孩子脾性,没少跟男孩子打交道。 此时丝毫没觉得有什么尴尬的。 清脆的女生打破了陆一进来后安静的气氛。 座位临近门口的警员赶紧站起身,将袁金夏迎进来。 是是是,你是新来的实习生吧,我叫鱼航,你叫我小鱼就好。 你好,我叫袁金夏。 看到坐在门口的小鱼,占了地理位置的优势,先和人家姑娘握了手。 屋里其他人赶紧抢着上前,纷纷去跟袁金夏打招呼。 一时间,袁金夏被围了个岩石。 袁金夏倒是很放得开。 每个都打招呼过去,就这么几分钟,李哥老刘的叫得顺流。 整个办公室的氛围都给炒热了起来。 路易坐在里间,隔着玻璃窗看着袁金夏在男人堆里谈笑风声。 想是完全没想起他的存在。 等了两分钟,越发不耐。 路易推开门,重重递清了清嗓子。 看见那帮臭小子都绷直了腰板,没人再出声。 路易心情稍微好了一些,朝着人堆里的袁金夏看过去。 路易开口叫他,金夏,过来一下。 好的,陆队。 将包放在空着的工位上,袁金夏欢快地朝着路易的办公室走去。 身后的一众警员一个个如雷劈一般的面面相去。 金夏?叫得如此亲密,难不成陆队长和他早就认识。 有了陆队长在前,他们哪还有什么机会? 几个眼神交错之间。 整个队里几乎都已经默认了袁金夏是陆毅的人。 只能幸幸地各自散去,回了自己的工位干活。 余光撇到几个不死心的家伙偷偷在往办公室里看。 路易默念了一遍这几个人的名字,准备一会多分点火给他们。 袁金夏已经来到了跟前。 今天的小丫头不是上次在酒吧的稚嫩模样。 头发披散了下来,穿了利落的小西装,又给了陆毅一个不一样的印象。 从架子上抽了几本过往的结案报告,陆毅递给他。 暂时没什么别的事,这是最近的一些报告,你就把这些先都熟悉一下。 有不懂的过来问我。 嗯嗯,我一定好好看。 袁金夏接过文件。 小脑袋一点一点,又讨好般地冲陆毅一笑,陆对。 要是有什么事,可一定得带着我而知道了。 去吧。 得了许可的袁金夏相当开心,抱着文件乐呵地回了宫位。 外间扭头偷看的警员,看见陆毅嘴角一丝未掩饰住的笑意。 两只眼都要瞪大了去。 从那以后,整个队里再没有一个人敢对袁金夏有任何非分知晓。 毕竟大家都知道,女朋友还会有,小命可只有一条。 袁金夏这一份文件还没看过一半,就听见有人过来通知来了案子。 陆毅安排了几个人一同前去,临路过袁金夏桌前看了他一眼,才换他跟着一起。 袁金夏没想到,自己第一天来就能遇上出现场。 赶忙背了包追出去,上了陆毅的车往案发地点赶去。 据报案人称,他所工作的那家茶馆出了命案。 今早他开门打扫卫生时,在其中一个包间内发现了一名死者。 陆毅和袁金夏赶到时,现场已经有民警封锁了起来。 据报案者称,死者是他的同事,他们二人一人一天轮流在这家店值班做卫生。 死者初步被判定为饮酒过渡,头部遭到撞击致死。 店里的监控在晚上十点之后就被关闭了,没有录到任何东西。 有民警猜测,会不会是这人想在这里偷酒喝。 结果意识失足,导致了意外死亡。 但是一向警觉的陆毅并不相信有这么简单。 袁金夏取了工具,提取酒瓶上的指纹,觉得有些不对劲。 拉了陆毅说,陆对,这酒瓶有些奇怪。 从死者身上看,他应是喝得很猛,才会有很多泼洒在身上。 可是我看这酒瓶上的指纹虚得很,不像是自己使劲握着酒瓶的力度。 这力道连拿不拿得起酒瓶都是个问题。 再说了,他喝醉了,自己摔倒磕到头,他难不成是自己在店里发酒疯吗? 也不怕打碎个什么东西,老板发现了,让他赔偿。 袁金夏一时有些想不通,只能等回去对这些政务做进一步分析,才好下结论。 陆毅环视着四周,始终觉得哪里不对。 戴法一将死者抬走。 现场也都取证完成,陆毅这才一寸一寸地观察起来。 袁金夏看着他手摸着墙壁,不知道是在干嘛。 上前问他,陆对,有什么发现吗? 这两间包间的屋长和实际距离有些不太对。 手指一块一块地摸过墙上的瓷砖。 陆毅发觉有一处瓷砖缝隙比其他处稍宽一点。 手上使力推,才发现这墙上的几块瓷砖竟也是一道暗门。 里面也是一间狭窄的暗室。 不是吧,这都可以。 袁金夏看着目瞪口呆,默默在身后朝陆毅竖了大拇指。 紧跟着走了进去。 打开灯,屋里只有一套桌椅和一个保险柜。 找人将保险柜带回去,陆毅和袁金夏一起查看着其他的地方。 只听得嘶啦一声,陆毅从桌子下方扯下一个针孔摄像头。 接到同事带来的笔记本电脑上,陆毅就地看了起来。 先生,那批货已经交接完了,没人看到,我已经让人去放钱的地方取了。 一会就能回来了。 嗯,知道了,盯紧着点,别被发现了。 您放心吧,这批白粉量有些大,我心里有数的,谁? 站住! 兴许是摄像头的位置放得不好,镜头始终没有拍到画中人的面容。 可据此已经可以判断,这里分明是毒枭的窝点。 而那死者,多半是遭到了谋杀。 陆毅和袁金夏互相看了眼对方。 明白一场硬仗,怕是又要来了。 袁金夏心思重重地,走在回学校的路上。 若非学校临时有事,他是真的不想这种时候离开。 心里想着,处理完了学校的事,定要再回去看看,还有没有别的线索。 抬头就看见,路边有两人在争执。 老太太拽着一个小伙子不放手。 嘴里不停说着,撞了人还想跑,还又没有枉法了。 见那男人态度不好,袁金夏大步走上去质问他。 喂,你这什么态度,赶紧给奶奶道歉。 你瞎说什么? 我没撞他。 你赖账还有理了,没事奶奶,我带你找警察。 说着,就看见一个交警往这边跑,袁金夏给了那男人一个大大的白眼。 老太太,我们刚才确认过了,真不是她撞了您。 是她把您扶起来的,您就别不依不饶了。 原来那交警已经了解过事情了。 袁金夏闹了个大红脸,有点下不来台。 带那交警扶了老奶奶离开。 袁金夏闹闹后脑勺,向那人道歉,对不起啊。 我不知道,误会你了。 算了算了,你也是好心。 不过你,这也太冲动了,不了解事实,就上来质问别人。 下次可得稳重点。 嗯嗯,会的会的,你人不错。 交个朋友吧,我叫袁金夏,你呢? 我叫蓝清玄。 茶室的主人毫不意外地失踪了,陆毅手下的人找到他家里的时候,那人已经逃得不知所踪。 陆毅他们排查了周边所有的监控,可却还是在一个死角下再找不到他的身影。 物证方面,暗室里的所有物品都没有留下指纹。 可想而知,平日进出这间密室的人都有多么谨慎。 保险柜被打开后,虽然在里面发现了大量的现金,以及记录以往交易的笔记本,但是人就是找不到。 这案件还是陷入了僵局。 袁金夏撑着脑袋一页一页地翻着那个牛皮纸本子。 心里有些沮丧。 这第一次碰见大案子,他却一点力都使不上。 这种只能干等着的感觉着实不好。 心里烦闷着。 手上翻页的速度越发快起来,刷拉刷拉的像是在发泄般。 翻到没再有任何东西的空白页还在继续,却在其中一页上猛地停了下来。 袁金夏仔细摸缩了这看似什么都没有的一页。 确定这上留有一些东西,忙拿着本子跑进了陆毅的办公室。 陆队,你快看。 陆毅接过本子,一眼看出了不对。 拿了一支铅笔细细拓着,影视界三个字出现在了本字上。 影视界? 这不是北郊那边才开发的游乐场吗? 施工也就才不到一年,莫非他藏在施工的工人里了。 走,去看看。 招呼了几个队里的警员。 陆毅一行人驱车往北郊开去。 施工的工地被铁皮围着。 陆毅他们将车停在了大门外,静止向工地内走去。 偌大的地方,到处都是在干活的人,时不时还有钢筋水泥的运送队伍。 这样复杂的环境,他们实在不好查找。 确认了一遍那人的样貌。 陆毅将所有人都分散开来,沿着不同的方向找去。 本来想叫了袁金夏跟着自己。 可以扭头,那小丫头已然扎进了人堆,自顾自地寻人去了。 陆毅也只好向工地深处走去。 袁金夏一直觉得自己在破案上是一个天赋一柄的人。 不仅是对自己见证上能力的认可,也实在是因为运气的加持。 每次他想要去追查什么,他就总能发现些东西。 不然远处那个戴了鸭舌帽,低头躲避他视线的男人,为什么偏偏就出现在了他的眼前。 眼见那人要跑,袁金夏赶紧大喊了一声站住。 随后快跑着追了上去。 别看袁金夏个子小。 跑步什么的,倒是从来没输过,眼见着就要追到那人。 袁金夏伸手够了他的肩膀,却没想到那人回身一脚。 硬生生踢到他的膝盖上,被他的声音吸引过来的民警继续向前追着。 陆一也在此时追了过来,本想抄小鹿继续追捕。 身后却传来了熟悉的声音。 鹿队长,你们这是干什么呢? 陆一回头,就看见了身后跟着两三个随从的严士帆。 奇怪他怎么会在这里? 陆一面上丝毫未闲,回问他道,严楚长怎么会在这里? 严士帆挑了挑眉。 倒没计较。 这是市政开发的项目之一,我当然是过来查看一下进度了。 这不,恰巧就遇上了陆队长你们。 怎么,抓贼都抓到我的工地里来了? 远处刚才去追捕的民警跑了回来。 陆一看了一眼,其中一个冲他微微摇了摇头。 怕是已经让人跑了。 陆一眉间闪过一丝不耐。 看回严士帆,说,确实有一个重要嫌疑人在逃。 严楚长若是没什么要紧事,还是赶快离开吧,别被冲撞了才好。 哟,那还得多谢陆队长提醒了。 不过陆队长可得小心一些。 可别误了我这的工程进度啊。 看着严士帆离去,旁边的民警才上前来跟陆一汇报,陆队,我们追到路边时。 不知从何处开来一辆无牌照的车,竟是将那人接应走了。 我们追不上,看来只能从沿路的监控下手。 不过,这里是北郊。 摄像头没有事理密集,可能有些难度。 知道了,紧让找吧。 你们留下两个人,问一下工地这边什么情况。 有没有知情人? 其他的回队里联系交管局那边。 排查一下监控。 这边陆一安排好了任务准备收队。 一直站在原地的原金下,觉得被踢了一脚的膝盖越发疼了起来。 想迈不走,却一点力气也使不上,差点摔倒在地上。 陆一注意到他的不对劲,问他,你怎么了? 疼?使不上进。 看着他忍着疼委屈巴巴的模样。 陆一觉得有些生气,但也知道现在先去给他看伤比较重要。 便一把把他横抱起来,往工地外走去。 留下身后的几个民警一个个目瞪口呆。 想着回了队里,一定得跟其他人好好说一下这个场景。 找了最近的医院开了药。 原金下就这么又被抱回了车上。 陆一趁着车子启动的间隙问他, 你家在哪儿? 啊? 啊什么呀? 你这腿还能自己爬回宿舍? 送你回家? 回家? 我妈要知道我受伤了,肯定会打死我的。 不不不,陆队,你行行好, 给我找个宾馆凑合一宿就好了。 明天我就能走路了。 求求你了,陆一光看着副驾上的人,使劲地跟他求着情。 心里暗骂他,既然知道受伤会是这个下场,怎么还不管不顾地往前冲。 一路没再搭理他,陆一倒也没照他说的,找个宾馆扔下他。 最后还是带回了自己家,把他放在家里的沙发上。 陆一拿了药,准备给他上药。 手伤就要去掀他的裤腿。 原金下胆忙拦了他,那个,我自己来就好了。 我伤的是腿,又不是手,看见陆一瞪了他一眼。 原金下伸出的双手,立马怂了回去。 陆阎王这名字,果然没叫错。 这生起气的样子,真是够吓人的。 白皙的小腿上,那一大块青子,让陆一看了有些揪心。 取了要涂在伤处,在听到他忍不住痛呼出来的那一刻,又赶忙收了手劲。 轻轻地帮他揉着,原金下的小腿,被他握在手里。 脸上有些发热,想起那个跑了的嫌疑犯,就气不打一处来。 拍了沙发大声说着,别让我再碰见他。 再有下次,小爷定把他碎尸弯,撕。 不是说了,不让你乱动吗? 怎么这么不让人省心? 陆一看着他,又要乱动。 一把按住了他,却在脱口而出的下一秒,愣在了原地。 你刚说什么? 两人同时发问。 对视的眼睛中,都带了满满的不可思议。 就在二人都被熟悉的话语震惊到的这一刻。 陆一家的门铃突然响起。 两人回了神,陆一有些慌乱地起身开门。 将拎着烧鸡啤酒的蓝清旋迎了进来。 你怎么过来了? 陆一踢了双拖鞋给他,蓝清旋轻车熟路地换上进了门。 陆一接过了烧鸡啤酒。 去了厨房放置,只听了客厅一男一女互不示弱的呀。 陆一皱了皱眉,插了腰问蓝清旋,你瞎叫什么? 你你你,陆一,你居然往家带女人。 还是这丫头。 你俩什么关系? 还是这丫头,你俩认识啊。 我那天跟你说,在马路上被一个小丫头当成撞人还赖账的大坏蛋。 那丫头就是她。 我那时只看见那老奶奶说是你撞了。 再说,我不是跟你道歉了吗? 一个大男人还总跟我这小女子计较。 圆巾下不甘落了下风,赶紧顶了回去。 若是给自己的顶头上司留下了不好的印象,这警察还做不做得成了。 陆一看着这二人一人一嘴地逗着,嫌弃地皱了皱眉,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就招惹了这样两个祖宗。 把视线转回原金下,陆一又问她,那你刚才又叫什么? 啊? 我,不知道啊,她叫我就叫了。 刚才就不应该出来问他俩。 陆一翻了一个大大的白眼,摇了摇头,又回厨房去了。 拌了两个凉菜,煮了几碗挂面的功夫。 客厅那俩人已经聊得火热朝天了起来。 蓝清旋把伤了腿的原金下,扶到餐桌旁落座后,俩人依旧在聊。 这让独自一人往餐桌上端菜的陆一相当不爽。 最后一碗递给蓝清旋,陆一坐在原金下旁边问她,说吧,来干嘛的? 为什么她有两个当务只有一个? 蓝清旋看看原金下的碗,再看看自己的。 觉得自己受到了歧视。 陆一停下快,就这么看着她。 也不说话,蓝清旋愣是从她眼中读出了有是说没事滚的丰富含义。 不过蓝清旋对此也已经习惯了,笑着扯了一个鸡腿塞到原金下的碗里。 赶紧又撇了另外一个到自己碗里,这才进入了正题。 听说你们今天去了北郊的影视界? 嗯,怎么了? 那项目是一年前的市政规划项目之一,金盛集团拿下来以后一直在干着。 我也接触了不少。 今天你们要抓的那个人,曾经跟着颜世帆来公司和工地考察过。 我猜这也是她能藏医在工地中的原因。 你的意思是,颜世帆是背后的主导者。 嗯。 原金下一边吃着饭一边听着身旁的这两个人说话,才说了两句,气氛突然凝结了下来。 庞佛在两人的对视间看见了电闪雷鸣。 原金下硬着头皮开口说,小兰,你这烧鸡真不错哈,那是。 我跟你说,这家的烧鸡真的绝了,蓝金玄富而欢快地给她夹菜。 继续跟原金下聊起了天,路易低头继续吃面。 眉眼间眼去了,重重心思。 晚上路易强行送走了和原金下相见恨晚的蓝金玄。 回过身来,看见原金下大大的眼睛看着她,似是有话要问。 路易知道她想问什么,这丫头虽然做事大大咧咧,可这看人的眼睛倒是细腻得很。 想了一下,蓝金玄竟然会在饭桌上提及那事。 鹰也是没有怕让原金下知道的意思,便放下心来。 座下与她讲,蓝金玄的父亲是一个工程队的领队。 十年前接了一个工程,是建造一座大楼。 可是建筑商偷偷地使用了质量不达标的钢筋, 导致了整个工程再盖到一半时垮塌。 蓝金玄的父亲在那场事故中去世了。 没过多久她母亲也伤心过度,没能留下来。 蓝金玄从她母亲口中得知她父亲早就知道了建筑商和招标的政府官员勾结, 但还没来得及坐什么楼救她了。 那个项目就是颜世帆负责的。 所以,小兰在金盛集团是在搜集颜世帆受贿和占用工程款的证据。 那她岂不是很危险? 这是她多年来的心愿。 我阻止不了她,只能尽力保她安全吧。 原金下也知道事情的重要性。 像颜世帆这种人,若是只抓住了那茶室老板, 凭着她的后台,定能撇清自己的关系,全身而退。 可若是能另辟蹊径,在影视界这条线上, 证实茶室老板在颜世帆和工程上具有直接的关系。 到时两罪并罚,颜世帆无论如何也翻不过来。 只是想要证明这点,小兰必须得找到实在的证据才行。 这可不是件简单的事情。 路易看她想着事情,知她心思敏锐,但也没说什么。 拍了拍她的脑袋,催促她去休息,把她安置在了客房。 路易想着明日清早还要去北郊那边的一些村落搜寻那茶室老板的踪影, 便也早早回了房间休息,拉了身旁那人一路从窝寇村中跑出来。 身后看不见人追来,才慢慢停下。 出了危憾的姑娘了了,颈尖的青丝。 一道划痕就出现在路易眼前。 伸手去确认,路易气不打一处来。 你受伤了。 啊? 姑娘顺着她的视线摸过去,突感一阵刺痛。 嘶,疼,你还知道疼啊,刚才让你不要冲动的。 以后再这样,扣你银子啊。 大人你别。 一提银子就伤感情,你能不能听话一点? 你担心我啊。 姑娘歪着头问她,见她眼神闪躲。 笑着安抚她,不用担心,我娘给我算过命的。 说我自有金甲神人护佑。 逢凶化吉,遇难承想眼前姑娘眉眼弯弯的样子,让路易怎么都生不起气。 只能拉了她的手反复叮嘱,就算是为了我,再谨慎一点。 再小心一点,好吗? 嗯,知道了。 路易睁开眼,梦境里的真实让她有些恍惚。 她看清那姑娘的脸了。 穿着淡黄色如裙的,分明就是圆巾下,那曾经她在梦里听过的声音。 一遍一遍的大人,都变成了有她在的每一个场景。 穿着捕快服的她,撒娇要银子的她,守在她床边的她。 每一幕都在路易的梦中,成了实在发生的场景。 莫不是她睡在自己隔壁离得近了,才让这多年不明的梦境散开了迷雾。 路易起身,站在她的门前,想推门进去看看她。 却还是在门把手前停下了动作。 会被当成神经病的吧? 路易失笑,上辈子的事情讲给金氏的原金夏。 她怎么可能会相信? 不过还好,这辈子她又找到她了。 来日方长,再追求她一次又何妨? 路易靠坐在沙发上。 傻笑了好一阵子,看见外面显了些许天光,这才起身去了警局。 有可能是认床的缘故,也有可能是今天太过跌宕起伏。 原金夏其实没有怎么睡着,后半夜干脆直接坐了起来。 腿上的肿胀感已经消去大半,想来再上过一次药,应该就能下床走动了。 原金夏暴息靠坐在床头,在黑暗的房间里回想着一天的事情。 先是下午发现了那茶室老板可能的藏匿地点,然后去了影视界搜捕碰见袁士帆,人没抓到,还伤了腿。 晚上又知道了小兰的事情,这案情接连的升级,让原金夏着实有些头疼。 想起以前师父说过,只有证据才不会骗人,原金夏摇了摇头,安慰自己,不要想那么多。 破案需要循序渐进,证据确凿之时,自然一切都会真相大白。 只是,怎么就跟着陆毅回了家呢? 好像在一堆坚果中,终于找到了看起来最大但又最让他头疼的那个。 原金夏像一只松鼠又把自己拳了起来,地铁上的初次遇见。 酒吧里的意料之外,面馆里第一次一起吃饭。 和他一起出现场,在队里一起讨论案情,从原金夏见到陆毅到今日,也就过了不到一月的光景。 可是原金夏分明觉得,他们已经认识了好久好久,久到他们之间,好似上辈子就很熟悉一样。 门外传来轻微的脚步声,原金夏慌忙把自己蒙在辈子中。 其他什么声音也没有,原金夏只听得见自己的心跳,声声如肋骨般地震撼着他。 那人好像是停在了自己的门口,却没有推门进来。 是陆毅吧,原金夏想,他也没睡吗? 怎么,没进来呢?原金夏没敢再坐起来,直到门外传来了房道门关闭的声音。 他才意识到陆毅可能走了,试探性地打开了房门。 探头看了看,又轻声问了两句,确定陆毅走了。 原金夏才松了一口气,餐桌上摆了面包。 上面贴的便利贴,引得原金夏慢慢走了过去。 小锅里泡了牛奶和鸡蛋,自己吃一点。 药药多揉一会,都吸收了才管用。 别乱跑,等着我回来。 侧身往厨房看了看。 灶台上的小锅还冒着热气,应是怕凉了,所以用热水泡着。 这人总是这样子,把什么都想得很周到,会在天冷时给他披上自己的外套,会在给他腿上上药时放轻手上的力度,还会默默在挂面里多下一个鸡蛋。 你这么好,小爷会看上你的呀。 原金夏指着便利贴,兮兮地笑着。 听话地吃了些东西,心里热腾腾的。 看着天色还早。 原金夏又回去补了个回笼教,只不过这次没再失眠。 而是睡得十足的香甜。 在监控室里,排查了一个上午的监控。 陆毅的眼睛有点受不住,低头看了看表,没想到已经十二点了。 想起原金夏还在自己家里,陆毅匆匆出了监控室,准备往回赶。 却在办公室门口碰见了一瘸一拐的原金夏。 赶紧上前扶了他一把。 接过他手里的东西,陆毅问他,不是让你别乱跑吗? 怎么还是过来了? 原金夏早知道自己可能会被教训。 只笑着指了指陆毅接过的大袋子说, 我给你们带了吃的呀。 你们没吃饭呢吧? 这家的菜可好吃了,我打包过来也有一会了。 赶紧吃,可别凉了,说着进了屋, 招呼了队里的其他同事一起过来吃饭。 大家快过来吃饭吧。 你腿伤好些了吗? 自己怎么过来的? 陆毅没被他把话题转移走,依然抓着他问。 原金夏只好老老实实回答他,好多了。 我打车来的,没怎么走路的。 见他这样说,陆毅才略微放下点心来。 有胆大的民警单独给他们端了两盒菜和两盒米饭过来。 硬生生顶住了陆毅的目光,赶紧跑回人堆里去跟那帮大男人抢菜去了。 陆毅也就顺势拉了原金夏单独坐在一边。 偶尔下推一些旁边八卦的视线,自顾自地吃了起来。 原金夏觉得今天的陆毅好像有点不太一样。 常往他碗里加菜不说,还总看着他,有那么一两次被原金夏抓到。 陆毅才把视线一看,怀疑是不是上司对自己刚实习没多久就受伤务工,感到不满。 原金夏赶忙表达出自己依旧关心案情的一面。 陆队,找到那个人了吗? 监控排查到JG高速那边的一些村庄附近了。 下午直接去那边走访,看能不能早点找到他。 哦,那我也去。 你去干什么? 陆毅皱了眉头。 你这腿伤才好转一点,给我老实待着。 我能走了。 啊! 原金夏在陆毅的目光下渐渐声音小了下去。 不敢再有意义。 陆毅扒完了石盒里的最后一口饭。 身筷子从原金夏碗里加了一块肉出来塞在嘴里。 随后拎了身后的外套就招呼着其他人出发了。 原金夏目瞪口呆,愣了两秒才反应过来。 陆毅,在附近的几个村镇走访了一阵。 都没有人注意到有什么异常的事情。 陆毅有些沮丧,想着金夏怎么抓个嫌犯就一碰一个准。 到自己身上反而是大海里捞针。 正想着,不知道那丫头一个人在办公室里,不知道是不是喊着无聊。 余光就瞥见远处的一个低头快走的人。 这次倒是没有冒烟遮挡。 只那眼神太过鬼鬼祟祟。 盯了那人一会,那人终是心需要跑。 陆毅赶忙带人追上,躲过了一路上被人扒在路中央的各种障碍物。 陆毅借离一脚踹在了那人后背上,看着那人直直摔在了前面的地上。 就在陆毅掏出手铐上前的那一瞬间,封的一声。 茶室老板忽然被射杀。 绕时陆毅反应再快,举枪寻过去之时,也不见了任何人的踪影。 除了角落里杀手遗落的一只手枪,再没有半点痕迹。 等处理好了现场,陆毅这才收队回了队里。 一行人气压沉沉地走进办公室,袁金夏凑上来问发生了什么。 一个民警气愤地拍了桌子说道,眼瞧着就抓到那个孙子了。 居然就被灭了口。 真憋气。 死了。 袁金夏看向陆毅。 陆毅也是眉头紧锁,一脸阴霾。 至此是严重,袁金夏赶紧拿过现场找到的那把手枪查看。 从包里拿了手套和工具包。 等大家听了音,注意力都跟在袁金夏身上的时候。 那把枪已经被袁金夏拆了个七零八落。 身边的大刘惊奇地看着。 不由地赞叹了一句,金夏,你这速度快赶上陆队了呀。 小乔你下移了不是? 自豪地挑了挑眉,手上动作没停。 把所有零件一一摆旗查看了起来。 陆毅没想到他这辈子依旧对枪如此精通。 倒也是来了兴趣,跟着他一起一样一样地查看了起来。 这把手枪组装上倒是和常见的枪一般无二,看着像是把新枪。 不知道这枪管内部是怎样。 袁金夏拿起枪管就要跑去物证科做检验。 完全忘了自己腿上有伤的事情。 眼见着他就要跑出去。 陆毅赶忙出声制止了他。 不许跑。 袁金夏只能善善地收了脚步,慢慢地往外走了出去。 临到下班点,袁金夏还是没从物证科回来。 嫌犯没了,案件没了线索,忙活了一天,却得了个如此结果。 大家都有些垂头丧气。 陆毅早早让其他人下班回去。 自己则留在办公室,等着袁金夏。 七点,八点。 袁金夏始终没回来,陆毅想着他腿伤别事,又发作了,自己走不回来。 便起身去了物证科。 检验室亮着灯。 门上的小窗透出袁金夏依旧在仪器前操作的身影。 知道袁金夏一遇到案子,就有用不完的经历,陆毅也没去打扰他。 干脆就靠在门外等着。 等到袁金夏得了检验结果。 已经是八点四时了。 袁金夏伸了个懒腰,扭了扭自己,有些僵硬的颈椎。 推门出去,就看见了一旁站着的陆毅。 虽然惊喜,但袁金夏还是先赶紧把检验结果递给他看。 陆对。 这确实是把心枪,而且是彻头彻尾的心。 您看这枪管所用合金的成分。 这枪所用的合金成分上一般都是一样的。 因为需要大量的实验和测试证明其性能,确定它适合用在制枪上。 而这把枪的成分跟现在的标准不同。 更像是用作科研。 对,像是还在验证阶段的一种新材料。 你的意思是,这把枪的枪管用的是还处于科研阶段的钢。 嗯,我想我们可以找一下军用钢铁的企业核实一下。 看能不能找到线索。 有了线索,就有了查下去的希望。 总算有些好消息的陆逸也露了点笑容,拍了拍他的脑袋。 做得不错。 谢谢陆对夸奖肚子的抗议事实响起。 原金夏才意识到早已过了饭点。 陆逸本就是来带他吃饭的。 见他的修忍模样,笑意更深,把外套和包一并递给他。 两人这才齐齐下了班。 一日,按照原金夏对枪管成分的分析,陆逸请教了具有军用钢生产资质的企业负责人。 果不其然,正有一项军用钢的研究项目,由高校、钢厂和靶厂合作进行。 陆逸仔细调查了涉及该项目的所有人员。 其中,高校负责该项目的教授所带的一名学生有了很大嫌疑。 将人带到队里细细审问, 这才知道是有人给了他一大笔钱。 让他将这种新型刚的已有实验数据卖了出去。 本应是将来的国家栋梁,却因为一时小利将机密泄露。 大家虽有些遗憾, 但还是以涉嫌危害公共安全的罪名将其正式逮捕了起来。 只是这枪的来源虽然有了眉目, 可到底是哪里产出的那学生已然不知。 按照现在的情况来看, 这种枪必是自己私下制造。 说不定还涉及军、火交易, 这罪名如此之大。 真不知是谁有这么大的胆子。 陆毅重复盘问, 那学生当初被人联系的时候, 可曾发生过什么不寻常的事情。 那学生最后才想起, 卖数据钱, 曾有几个政府官员来厂里视察工作。 陆毅这才发现, 前去视察的名单中, 严世帆赫然在脸。 到此, 查识老板与新型枪刚 都与严世帆搭上了关系。 陆毅在白板上将三者连成一个三角, 将影视界写在中间, 细细端向着 这几个元素直接的关系。 已经过了下班的时间, 办公室里就陆毅一个人, 袁金夏就这么靠在门边上, 看着沉思的他。 只觉得这男人认真起来, 简直帅出新高度。 口水要掉下来了。 袁金夏慌忙去擦, 才意识到是被人调侃了。 偷偷翻了一个白眼。 袁金夏依然狗腿地 倒了一杯热水递了上去。 陆毅接过水杯, 问他, 怎么还没走? 陆队这不也没走呢吗? 袁金夏本想学着陆毅的样子, 屁股靠在桌檐。 奈何个子实在没那么高, 便干脆坐了上去, 两条腿在桌前悠哉地晃着。 这言是番和案子, 有关系的事, 你跟其他人说过了吗? 没有, 这罪太大, 又压根没有证据, 还是先不说得好。 嗯, 也是。 袁金夏点点头, 枪钢, 钢铁, 钢筋, 对了。 二人同时看向对方, 袁金夏激动地从桌子上蹦下来。 对着陆毅说, 是负责影视界建造里所用钢筋的那个钢铁厂。 陆毅也认同他的看法, 猜测定是袁世帆借助钢铁厂的生产力量, 在钢筋的掩盖下, 偷偷制造枪支。 只是我们没有证据, 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申请对钢厂的搜查。 而且, 袁世帆定不会如此大意, 明面上的钢筋生产也定是一家正规的钢厂。 想要知道实际钢筋的生产地, 我们得借助一个人的帮助。 你是说, 小蓝? 嗯, 蓝清玄在金圣集团已经待了好些年, 为的就是找到袁世帆受贿的证据, 不过那金钱交易不会让他轻易接触到。 倒是这钢筋来源要简单一些, 那小蓝会不会有危险? 放心吧, 路易安慰他道, 到时我向局里申请证人保护, 会有人24小时保护他的。 案件有了突破, 这个突破也许还能一举解决掉所有的问题。 路易整个人都精神了几分, 眼睛下看着前方正跟蓝清玄打着电话的路易, 觉得又发觉出了一个不一样的他。 他正义, 直率, 会在工作中严苛认真, 也会在有进展的时候心生喜悦。 虽然几乎从不表露在外, 但袁金夏就是看到了路易的那颗火热的心, 再向外散发着热量。 见到路易与蓝清玄说完, 向他走过来。 袁金夏脸上笑意更甚, 在背后偷偷绕着小手指向着路易邀功。 路对, 我提供了这么大的解题思路, 不奖励我点什么吗路易心情不错。 借着擦白板演去自己脸上的笑意, 说吧, 又盯上哪家的好吃的了? 男士那边新开了一家羊汤, 据说味道独特, 最适合这大冬天的夜晚了。 袁金夏, 这就是你说的味道独特的羊汤, 这简直就是胡椒粉水。 我怎么知道是这样的吗? 网上那些刷评论的太坑爹了, 这顿就你付了。 别呀路对, 这个月实习工资还没发呢, 我错了路对, 求你了路对, 按照路易提供的思路。 蓝清旋以金圣集团总裁助理的身份, 迅速接近了钢筋采购的负责人, 并且假借想要深入了解, 负责一整个工程的所有事项为由。 经常性地出入影视界的施工地, 与那名负责人喝酒聊天, 以四季套出钢筋的真正生产场所在。 这日蓝清旋依旧拎了下酒菜来到工地, 在办公的板房中与那名负责人闲聊, 严世帆带人经过的时候, 恰巧就看见了板房中正谈天说地的二人, 没有发出任何声响。 严世波只是轻声招了身后跟着的手下, 问他, 这里面的人是谁? 处长, 这个人我在金圣集团见过, 好像是金圣老总的助理。 有什么问题吗? 哦, 金圣的助理, 严世帆想了一下, 又向着窗内看了一眼, 找个人给我盯住他。 这人, 有什么问题吗? 不知道啊。 严世帆笑了笑, 抬脚离开, 最好是没有吧。 陆毅带着袁金夏赶到饭店的时候, 蓝清旋已经在位置上等着了, 袁金夏看着一大桌子的菜, 高兴地拍了拍蓝清旋的肩膀。 可以啊, 小蓝, 今天这是吹得哪门子风啊? 想起请我们吃饭了。 莫不是, 买彩票中了大奖。 我现在好歹也是月入国万的总裁助理, 请你们吃个饭, 哪还用得着去买彩票。 当然, 是有好消息才叫你们来嘛, 什么好消息啊, 袁金夏已经迫不及待地动了快。 塞了一口菜进嘴里, 蓝清旋到了酒, 伸手排掉了袁金夏想要继续夹菜的爪子。 怎么自己就吃起来了, 先喝一杯嘛, 我好不容易请你们吃个饭。 来来来, 我就不喝了。 陆毅推掉蓝清旋递过来的白酒杯, 招手向服务员要了一壶白开水, 我开了车, 已会送你们俩回去。 行吧行吧, 他不喝咱俩喝, 反正已会有人送。 喝个痛快, 蓝清旋转头去跟袁金夏碰杯, 袁金夏也乐得陪同, 喜滋滋地喝了酒。 陆毅在一旁看着, 想着自己在身边倒也没阻止, 只轻声提醒着他, 慢点喝。 没事没事, 小爷我长这么大就没喝大过。 袁金夏冲着陆毅笑, 接着吃菜, 顺便问着蓝清旋, 你说有好消息, 是什么好消息啊? 那当然是, 蓝清旋突然压低了声音。 我知道, 严世帆私自制造钢铁的工厂在哪了。 陆毅闻言, 也停下筷子听他讲着, 待他讲完了套话的全过程。 陆毅才适时开口问他, 你确定没有人察觉吗? 不会吧, 我是今生的总裁助理, 又不是外人, 不会有人怀疑的。 没有就好, 明日一早, 咱们就过去。 也免得再生之劫。 自陆毅恢复了前世的记忆后, 对于蓝清旋, 她总是多了一分愧疚。 上辈子没能助她平安脱险, 眼睁睁看着她为了保全自己而选择去死, 是陆毅最大的遗憾。 如今又是没能避免让她涉险, 陆毅自是希望能保全她的。 蓝清旋也知道事情的厉害, 自是答应, 下了明日清晨, 就前去探查。 只不过安排人手向上级汇报什么的, 那都是陆毅的事了。 蓝清旋没管, 只和袁金夏宇快地喝酒谈天, 摇得好不热闹。 一堆饭吃下来的结果, 就是袁金夏喝得七荤八素。 蓝清旋还维持着最后一点清醒, 陆毅背了袁金夏。 手上虚伏着晃晃悠悠的蓝清旋, 终于勉勉强强将两人都安置到了车上。 蓝清旋还醒着, 陆毅将她送回了家中, 见她还能自己上楼。 屋里开了灯, 这才驱车带袁金夏离开。 副驾驶上的小姑娘, 醉得脸上红扑扑的。 睡得乖巧, 路易没舍得叫醒她, 最后还是带回了自己家里。 被抱下车的时候, 袁金夏已经醒了, 只是脑袋有点昏昏沉沉, 一时不想睁开眼, 只觉得自己好像被抱着上了楼。 后来又被温柔地放在柔软的床上, 床铺上有自己熟悉的味道。 袁金夏整个人都放松下来, 准备抱了枕头接着睡。 耳边传来一声叹息, 好像有一双手帮她盖紧了被子。 随后而来的就是额头上如是又温暖的触感。 袁金夏没敢睁开眼, 可钻了背脚的手指还是反射性地紧了紧。 分杂的思绪, 没抵过醉酒后的疲惫与大床的召唤。 袁金夏还是睡了过去, 路易为她关好门, 这才去准备明天的安排。 一大早给蓝清旋打电话, 没有接通, 路易以为她醉酒未醒。 便带了五个警员拿了搜查令, 按照蓝清旋提供的地址找寻那家工厂。 工厂地处偏僻, 找到时已然上午十点多, 蓝清旋依旧没给她回电话。 路易感到有些不对劲, 下车进入工厂内部, 更是发现空无一人, 完全没有上班开工的迹象。 路易分散了同伴, 一起在厂内寻找, 本就是严世帆寻得的小厂。 厂房不大, 路易和几个人寻了一遍, 也没找到人。 只找到了用来生产枪管用的仪器, 大概是撤离时不好移动, 所以遗落了下来。 路易等人又去办公楼搜查, 就在路易踢开一间办公室的大门的那一刻。 她清楚地听见了滴的一声, 随后进入视线的, 就是被绑在柱子上还被打得奄奄一息的蓝青玄。 蓝青玄的嘴里塞了步, 无法出声, 只摇头示意她快走。 门后的炸弹只剩下一分钟。 路易飞快拿起对讲机通知剩余警员, 尽速撤离。 自己则以飞快的速度帮蓝青玄解着绳索。 始终一秒一秒地过去。 35秒, 路易背起重伤的蓝青玄向外跑, 脑海里计算着能够逃离炸弹最远距离的路线。 最终, 随着砰的一声巨响, 路易和蓝青玄被身后的冲击拨锁伤。 双双摔在了地上。 重伤的蓝青玄此时已经昏死过去。 路易甩了甩头, 顾不上身上被碎石和弹片击伤的伤口。 上去探了探蓝青玄的鼻息。 还好, 没死, 路易强撑着扶起蓝青玄。 安全的警员飞速赶了上来。 坐上同事的车, 有警员赶紧拿了车上的急救箱为路易包扎。 有电话打尽, 路易用还能动的左臂接起, 却在下一秒, 听见了最可怕的消息。 路对, 今下被人带走了。 清晨在路易家中醒来, 眼睛下的脑袋像要炸开似的疼。 最晚喝了太多的后遗症, 就是眼睛下的记忆有点模糊。 拍打了几下自己的头, 眼睛下才推开房门。 路易还是不在, 桌上依旧放着早餐, 这次还有解酒药。 眼睛下好好回忆了一下昨晚的事情。 小兰好像是和路易约了今天上午去搜查钢厂。 昨晚是路易带我回来的, 回来以后, 路易, 她, 亲我了吗? 记忆虽然凌落, 但额头上的触感却是在清晰不过。 眼睛下感觉自己脸颊有些热热的, 脑袋里却是一片空白。 这种事, 还是当面问她的好吧。 可是, 问她是不是显得我很不矜持? 明明是她占了我的便宜, 眼睛下。 怂什么, 有什么不能问的。 不是就算了, 是地话, 你也, 不吃亏啊。 那可是路易啊。 从见她第一眼就记在心里的路易, 若是能被她喜欢, 该是件多美好的事情。 眼睛下终于忍不住傻傻地笑出来, 心里直想马上就能见到她。 不再犹豫, 眼睛下起身往警局去, 打算等路易一回到队里就去问她。 在宫位上趴了一上午, 眼睛下的眼睛一直看着窗外, 希望能看到路易的车开进来。 快到十一点的时候, 一通电话打了进来。 请问是袁金下吗? 你有一份快递需要签收, 门外有一辆白色面包车, 就是我们。 快递? 袁金下有些奇怪, 自己最近从没网购过东西。 就算有人给她寄东西, 也不会是击倒警局。 怎么会有这样一个奇怪的快递? 袁金下起身向外走, 犹豫了片刻, 还是在出办公室门的那一刻, 留了个心眼。 小鱼, 我去取个快递, 如果我五分钟没回来, 你给我打个电话。 要是我没接, 你赶快监控, 查一下院外面有没有一辆白色面包车。 叮嘱了临近门口的警员, 袁金下这才放心地走出警局。 却在靠近车门的下一刻, 被人迅速用白布蒙笔, 脱了进去。 陆毅顾不上将将包扎好的伤口, 让两个人尽快将蓝青璇送去医院, 他则迅速回到自己的车上。 边开车边与电话那头的同事, 交换着有关袁金下去向的信息。 按照袁金下走之前所说, 警员迅速在监控中找到了带着袁金下的那辆白色面包车, 和交管所配合, 正在实时追踪着车辆的去向。 陆毅顺着电话里的路线飞快地开着车, 同时也在想着这一切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蓝青璇在知道枪支产地的当天, 就把消息告知了警方。 而当晚工厂就清了个空, 蓝青璇被绑还安了炸弹, 显然是想销毁最后的证据。 绑架金下是在爆炸结束后, 必然是严实番派人在远处监视, 发现他没死, 便立刻采取了第二套方案, 就是挟持人质出逃。 严世帆还未顺利逃脱, 金下是他手里的一张牌, 可以用来威胁他, 所以金下暂时不会有生命危险。 这个方向, 严世帆若想顺利出逃, 只能走水路偷渡出境。 所以, 渔航联系海关警方, 立刻封锁周边海域, 叫上救护车和武警, 往东部港口,快! 是! 严金下悠悠转醒, 两只手已经被绑在了身后, 嘴里也被塞了布条。 车上除了驾驶座上的司机, 只有严世帆坐在他的身边。 严世帆见他醒来, 伸手取了他嘴里的布条, 扔在了脚下。 严金下适应了一下僵硬的面部肌肉, 保持镇静地问他, 这是去哪? 你抓了我做什么? 小姑娘! 心理素质不错, 被我绑到车上, 还能这么镇定地同我讲话。 是个好苗子, 你不用担心, 我只是想让你送我一程。 等我出了劲, 自然会放你回家的。 严世帆, 你以为你还能走得了吗? 陆毅他们马上就会追上来, 不会让你顺利离开的。 我劝你, 还是主动自首, 或许还能少判你两年。 陆毅, 我送给他的那颗炸弹, 不死也能要他半条命, 你还指望他能赖救你? 整个刑警队, 没了陆毅, 还有几个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拦得住我。 你说什么? 小姑娘别着急, 我听说陆毅没死, 只要你乖乖的。 等你把我送出了镜, 我一定放你回来, 回来跟你的情郎团聚。 袁金夏知道, 此时自己什么都做不了, 不愿与他说话。 只闭上眼, 心里默默祈求着陆毅平安。 到了地方, 开车的人把袁金夏拖了下来, 和严世帆一同向靠近海岸的方向走去。 联系好的船, 没有在预定好的地点等候, 严世帆察觉到一丝不对。 可此时已然无路可退, 严世帆将袁金夏禁锢在自己身边, 叫了跟随的人去看看是怎么回事。 那随从刚离开没多久, 严世帆就听见一声枪响。 等他反应过来时, 陆毅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来到了他们的身后。 严世帆手里的枪对上了袁金夏的脑袋, 警告陆毅不要再上前。 回头看到水上依然没有任何船只的踪迹, 严世帆知道应该是被警方拦截。 想走已是不易, 但他不甘心, 只好跟陆毅谈条件。 陆毅, 你放我走, 我不杀他, 一条船换人命。 不亏。 严世帆, 你别想了, 开口的不是陆毅。 反而是被严世帆扣在怀里的袁金夏, 你手上沾了那么多人的血, 还想要全身而退吗? 陆毅, 你可想清楚了, 他的命还在我手里。 陆毅心里顾着袁金夏的安危, 深知此刻不能激怒他, 只能答应了下来。 手上的枪却始终未放, 与严世帆对着。 寸步不退, 远处有海警开来了一艘船, 按照严世帆的要求。 所有的民警全部退离了岸边, 只留下陆毅与严世帆对峙着。 船就在严世帆的身后, 严世帆确认无误后, 却是将枪更用力地对向了袁金夏的头。 陆毅, 你把枪放下。 陆毅没做犹豫, 将手中的枪慢慢放在地上。 就在陆毅放下枪的那一刻, 严世帆一枪打在了陆毅的腿上。 看着陆毅吃痛, 只得半跪在地上。 陆大队长守诚信, 我自然也会如此, 等我到了安全地域, 自然会放了他。 你大可让那帮海警放心了。 严世帆边说着, 边带着袁金夏向后退。 枪头对着陆毅, 保持着上膛的状态, 慢慢地向船停靠的方向移动。 倒退总要回头看, 袁金夏始终盯着 严世帆的枪头方向。 瞅准一个烧片, 袁金夏突然一头撞向严世帆。 严世帆下意识地开枪, 同时陆毅也摸到地上的枪 向严世拨开去。 两声枪响过后, 倒下的是头部中枪的严世帆, 以及右肩在受枪伤的陆毅。 袁金夏飞快地跑到陆毅身边。 受了伤的陆毅脱了力, 倒在了地上, 看他在身边吓得掉了泪。 想去安慰他, 可是手却抬不起来。 远处有医务人员和警察 向着这边跑来。 路易眼皮重得很, 终是抗不过晕了过去。 袁金夏看着他鲜血淋漓的右臂, 只觉得分外刺眼。 一如在杭州城门下同样受重伤后, 晕倒在他怀中的那个蓝衣少年, 将他心里所有的坚强和勇敢撞了个粉碎。 袁金夏曾做过无数个梦, 梦里总有一个声音对他说着, 我可以容忍他将我踩在脚下, 却见不得他伤害你分毫。 以前我想过, 将来与我相伴一生。 生儿育女的女人会是什么样子, 却怎么也没想到。 会是你这个样子, 守神送给你, 就是不许你死。 说了让你等我, 就一定会来, 怎么能让你失望呢? 袁金夏又做了一个梦, 梦里的他问着床上的人, 怎么受了这么重的伤, 还要奋不顾身地跑回来? 那人只是定定地看着他说, 因为我担心你啊。 担心战火刀枪无眼伤了你, 担心倭寇杀进城, 杀害了你, 担心所有人撤了, 毁了城, 你却还在傻傻地等着我。 袁金夏笑着宽慰他, 我当然会等你啊, 但我也不会傻到 连自己的性命都不要了吧。 路易的回答没有任何的犹豫, 平静地就像说了 再普通不过的一句话, 落在袁金夏的耳中 却重到压得心口都疼, 但我可以。 袁金夏睁开眼, 病床上的路易还在沉睡着, 两处枪伤, 爆炸的冲击伤, 脑震荡加上湿血过多, 路易已经睡了足足三天两夜了。 袁金夏一直在床边陪着, 几乎没有离开过, 很多次都希望像以前一样。 一睁眼就能看到路易已经醒来, 但是还是没有。 袁金夏为他噎了噎被子, 拿毛巾为他擦着脸。 在看过去时, 正对上他刚苏醒的双眼。 大人你醒了, 我去叫医生。 袁金夏转身就往外跑, 路易手使不上力, 只能看着他跑出去, 一边适应着周边的环境, 一边等着他回来。 医生看过他的状况, 确认他已经没什么大碍。 只需要静养就好, 路易这才得了机会 好好看一看袁金夏。 他没太想到一睁眼就又能看到他, 毕竟那已经是上辈子的事了。 接了袁金夏到来的温水小口喝着, 路易的意识渐渐回笼。 这才想起刚睁眼时的一些小细节。 看着袁金夏为了让他靠得舒服, 又是调病床, 又是拿枕头的。 终于逮了机会叫住他。 你刚才, 叫我什么? 啊, 没叫什么呀, 路队听错了吧。 袁金夏有点不知所措。 紧要转移着话题, 路队你吃什么? 苹果? 香蕉? 还是别的什么? 我去给你买。 不用了。 路易很确信自己听到了那两个字。 现在只想确定他是不是也像自己一样, 这么多吃的。 花了你不少银子吧? 没有没有。 哎, 银子? 袁金夏不敢相信, 不自主地站起身来, 大人。 你。 那人笑意盈盈地看着他, 有着熟悉的眼神。 袁金夏鼻子一酸, 眼泪疏地就掉了下来。 小姑娘就站在那哭。 也不说话, 路易慌了神, 想要坐起来, 袁金夏赶紧把他俯好靠了回去。 路易擦拭着他脸颊上的泪珠, 听着他委屈地控诉着自己。 大人,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呀? 你知不知道, 我从三四年前就一直梦到你? 梦到你说要娶我, 可我就是不知道你是谁也不知道怎么找你。 是我不好, 别哭了。 你还让我赴羊汤钱, 你不知道我最心疼银子了吗? 路易失笑, 撑着坐起来, 把吊着泪的小丫头抱在怀里, 一下一下地安抚着。 都是我的错, 回头都不及你好不好。 袁金夏在他的怀里, 渐渐止住了哭, 见他坐了起来, 又赶紧把他塞回被子里好好捂着, 一抽一抽地教育着他, 你得躺好。 大夫说了, 你这得养一阵的, 我就在这盯着你, 省得你乱动。 路易听话得没再起身, 手从床边伸出来拉住他的, 轻晃着问他, 不生气了。 袁金夏不理他, 只反问他大人什么时候知道的。 你伤了腿我把你带回我家那天, 大人又救了我一次。 嗯, 所以你这辈子还是得想着还, 这次我是亲生的。 路易实在忍不住笑了出来, 嗯, 所以呢? 大人在提分手, 我就跟你绝交。 下辈子也不往来的那种。 好, 永远也不分开。 袁金夏的脸上, 终于染上了笑意。 撑着头趴在床檐问卓 路易你也不怕这辈子的袁金夏, 不是上辈子, 那个样子了。 路易摸了摸他的脑袋, 悠悠地看着他说, 你听没听过一句老话? 什么? 叫, 狗改不了。 路易, 怎么骂人的还? 错了错了, 是我, 是我不去天涯蜜蜂草, 非要丹炼袁金夏。 我们金夏是这世上最好的女子, 把我套得死死的。 不管变成什么样子, 都是我爱的样子。 不对, 你不是大人。 大人才不会说这样的话呢。 说, 你是谁? 哪里来的小贼, 敢来哄骗小爷? 这个月的实习审查表 我记得需要我签字来着。 大人我错了, 大人你别这样啊, 大人。 是海天相接间的 飞鱼与云雀。 是穿过刀枪战火 与家仇离恨 忠能相拥的 蓝白长袍和碎粉衣裙。 是走过茫茫人海 寻梦而来的你和我。 是不分何时何地的 路易和元金夏。 我们忠能相遇, 然后找到你, 也找到我。 完结。